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1月11日 今天是星期三 我們這一節 跟大家說說香港的事情 這一節也是一節 也有一些爭議性的事情 但是有爭議性得來 也有一點 是一面倒 即是甚麼 即是 支持這個行為的人 通常是這項運動 和這項活動的參與者 這一節也是一個很具爭議性的問題 叫做玩飛躍道 較早之前 有網民拍片 流傳著在網上的影片 有幾個青年人 在屯門 輕鐵站 屯門市中心 爬上一架輕鐵列車 的車頂上面 去到屯門站 再從車頂跳下去 同一個頻道 又再拍攝到 就是他們爬上去一個地盤 上了一個天稱上面 在天稱上面 倒數這個新年 這個事件 也引起社會廣泛討論 簡單來說 有很多人認為他們做的事不對 做的事 是 危害自己也在危害他人 最新的訊息當然 相關的人士 最新 已經被 香港警方拘捕 最後這三個人就被拘捕了 終於被拘捕了 有網民在問 你們被拘捕了這個姓和的事 也不見你被拘捕得那麼快 坦白說你問我 我覺得 無論是姓和男也好 這三個男子也好 他們被捕是實屬正常的 有支持就是這一種運動的人出來發文 出來嚴正 去指責 那些 指責這三個玩 爬上輕鐵的人 我們這節嘗試跟大家討論一下這個問題 也會延遲批評 我們在講完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 分享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後備頻道 星期二新聞集團 我們繼續誠意邀請聽眾 經濟能力 許可的你 希望你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尤其是現在受到YouTube 非常之嚴厲的打壓 我相信所有反對派的媒體都是面對相同的情況 而我們也是 很明顯地感受到的數據是有分別 這個絕對不是只是民情來的 其實除了我們也有其他台 尤其是反中共的台 國內民運 那些 所謂自媒體 同樣有相同情況 完全 把推送壓制下來 所以希望大家真是幫幫手支持 如果你真是經濟許可 請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我們繼續和大家 堅持說真相 堅持說我們相信的東西 也請大家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依然可以運用YouTube 去YouTube 壓制了我們的推送 但是我們還可以繼續運作 請大家繼續打開我們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加無限大法 好了 安裝了Pineal的朋友 繼續按著閃電鍵 這個應該不難 按一下鍵 所以大家 只要堅持就能夠做到 好 我先講講支持 這些 年輕人爬上去輕鐵的人 說甚麼 據說這個 是其中一個玩開飛躍道的人 他出了post 怎麼說呢 他說網上指責 指責那些爬上輕鐵的年輕人 指責的人 是一些失敗者的言論 然後他就舉了一個例子 他說科學家做過一個實驗 有五隻猴子 還有就是 香蕉 還有就是一把梯 梯上面就放著香蕉 當一隻猴子 想爬上去 這條梯拿香蕉的時候 這個實驗就是向另外那些猴子 淋水 結果五隻猴子 分別試過想拿香蕉 結果每次 另外那些猴子 都被攻擊 被這個水攻擊 然後 就形成了 這群猴子 不讓任何的猴子 爬上去那條梯上面 然後科學家又把新的猴子 換進去這間房 取代原本的 猴子 新的猴子當然不知道 原來這裡有個潛規則 爬上去那條梯上面拿香蕉 就會被水淋 所以 新來的猴子 就是 爬上去 誰知道 其他的猴子就是制止 還攻擊他 這個情況和實驗繼續進行下去 到最後 所有的猴子 都不敢爬上去那條梯上面拿香蕉 但是他們根本不知道發生甚麼事 只是知道你一 爬上梯 另外那些猴子就會 立即制止你了 其實這個實驗 據說是有進行過 這個人其實在說甚麼呢 他就在說 這個情況好像似曾相識 在這個社會上面有很多東西不可以做 是你家人 是你爸爸媽媽 是你的 長輩告訴你有些東西不可以做 電視 老師 新聞都是這樣說 然後說大家不想承受 是來自 群體的壓力 所以就一起 去支持這件事 他說是因為他們內弱 不夠膽 為自己的人生負責 所以害怕失敗 害怕閒言閒語 我這裏就不再說下去了 因為基本上 他下的結論 就是好像在說 你不支持這件事 就等於 你是懦夫 我們真的要嚴正地去說說 首先我認為這個說法是偷換概念 你幾個年輕人 爬上去的天稱 爬上去的輕鐵 首先第一 你不是在做甚麼 去突破那個所謂社會的規範 去達至一種創新 純粹是這幾個年輕人 為了拍片 上社交媒體 在這裏就是 所謂握like 所謂握followers 就去做一些這樣的事 這個全世界 都有很多這樣的 人在拍這些片 這個我也要說得很清楚 這個並不是你 個人喜歡挑戰難度 例如我去珠穆朗馬峰 我去深海潛水 我去極地探險 為甚麼跟這些挑戰不同呢 首先第一 你牽涉到其他人 你在正常的社會 在大城市裏面做 而那件事是一定會牽涉到其他人的 例如你爬上輕鐵 不知道對輕鐵 會造成甚麼影響 也不知道你會不會在上面發生危險 爬上天稱也是相同 如果極端一點 你說你去爬朱穆朗馬峰 你去深海探險 你去北極探險 沒有人會譴責你的 問題現在是 你是在 城市裏面做 而你在做的範圍是會影響到其他人 一說到影響其他人 千萬不要把 單純 做一些 社會不接受的事 等同 搞抗爭 兩件完全不相同的事 我知道那些藍絲一定會說的 就說不要影響到其他人 社會運動是另一件事 社會運動就是要影響到其他人 所以 先不要把 每一個行為 跟社會運動掛勾 除非你說這是抗爭 那就是另一些討論 從來都沒有人說過 你可以任何時候 去挑戰社會 尤其是最根本的社會 需要有人支持你做那件事 理論上你才會做那件事 如果不是呢 其實你 就是純粹在干擾社會 這個跟公民抗命的 理論是完全 不相同 完全是兩件事 公民抗命 就是很清楚 是要透過影響社會 從而令那件事能夠成為焦點 從而引起 大眾對那件事的討論 而公民抗命也必須要 得到社會上的人支持你 這樣才能夠構成 公民抗命 所以 搞清楚也是抽象概念的問題 不是你去影響社會 就代表你是抗命 而是 公民抗命的時候 會影響到社會 其實這些邏輯很簡單的 不過總是他們很喜歡偷換概念 你為了保護他人的時候 火災 劈爛道門 然後有人討論 是不是可以劈爛道門 當然不是 你不是在做那件事 他們就是拿著一點 說你劈爛道門 所以這個案件其實我覺得很清楚 你幾個年輕人 純粹是自己貪刺激 貪玩 雖然你說你在做那件事叫做飛躍道 也是一樣的 其實沒有人說過你做這些東西 就是全部社會的人都接受你 就算在外國 很受歡迎 很有view數也好 其實未必代表 人們想看你這樣做 很多人走過去看 可能是因為獵奇 可能是覺得刺激 跟看 打人的片 槍擊的影片 跟看歷史影片 其實道理是一樣的 所以 其實去做這件事 根本是違反社會的共識 所以再說多次 這個 既不是公民抗命 又不是 戰鬥行為 既然是這樣 我真的想不到有甚麼理由 就算是在其他西方世界也是一樣 我又想不到有甚麼理由 社會和城市要接受你 在裏面做這件事 你說你要去深海潛水 你說你要去北極探險 這是你個人的事 但是你要在一個 城市 社會裏面做的時候 你是在干擾其他人 而且很明顯那件事是犯法的 其實 正常的社會 香港有點複雜 可能會有些問題 你想像一下正常的地方 正常的地方 為什麼你在 倫敦市中心 你去爬摩天大廈 你犯法 但是你 坐車 去到高山 你去爬那座山 爬那座雪山 不會有人說你犯法呢 就是這麼簡單 就是因為 你在城市裏面 你跟其他人有關 跟社會有關 所以社會 透過法律去制約你的行為 而你去深山 他就不會管了 其實這件事也清楚說明了一個分別在哪 不是說我喜歡爬那樣東西 是我個人的事 你去喜馬拉雅山 你去珠穆朗馬峰 沒有人會管你 但是你在那個地方 是城市裏面來的 而且是公共交通工具 你的行為就應該受到制約的嘛 除非 剛才所說的幾個例外的情況 第一 我在做社會運動 我在做這件事是公民抗命來的 目的我要宣傳這件事 要引起社會討論 引起社會討論沒問題的 你要拿到 社會上面的人對你的支持 但是你就要清楚說明 你 想達到的目的是甚麼 你的目標是甚麼 你的論述是甚麼 你是不是為了這件事 會付出代價 會去坐牢 然後另外那個情況更加不可能適用 正在說戰爭行為 所以不好意思 我認為這次 完全沒有罵錯你們 那個支持非若道的人的說法 也是偷換了概念 如果你覺得那幾個人做的事 是在挑戰自我的話 如果你說的是挑戰自我 為甚麼你不自己安排一個地方 是私人的 而 那個地方是不會影響到 影響到其他人的時候 然後你去做那個挑戰呢 為甚麼要選擇 是大眾交通工具呢 所以如果說自我挑戰 這個是說不通的 你絕對可以做回相同的動作 是一個你自己安排的場地 而你去選擇 用公眾的場地 這個責任在你那裏 如果他的說法說得通 是自我挑戰 那不是只有你 所有人都可以 無時無刻 在任何的地方 喜歡自己做甚麼就做甚麼 我可以忽然間衝上地鐵 打空手道 有兩個打油道的人 打兩個後空翻 跳到輕鐵上面 再有兩個打劍道的 在這個火車上面揮劍 這樣行不行 當然是阿貿也知道不行啦 我相信這個道理其實也很清楚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裏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我們 在黑池 有了三宗酒店 為剛剛來英國的朋友提供一個 暫住的服務 因為來到英國 租屋是最大的問題 我們的黑池酒店其實就租金也相宜 最便宜的房子是300磅起 也有些比較大的家庭房 我們收是收一個月的按金 以及一個月的租金 如果你住一個月 實際上 你住滿一個月就可以拿回按金 很多朋友 來到我們這裏居住也覺得挺方便 我們 已經在這年多裏面接待了接近180個家庭 所以 也是很多人的選擇 我們也有旅遊的包車 我們也有機場的接送服務 大家可以向我們的 合作社查詢 VPN贊助我們的頻道 由於它會更改你的IP地址 並通過加密的通道 所以 PIA對你的 Internet的服務供應商 網絡管理員 政府審查員 是隱藏了你online的活動 即是說 政府是沒有辦法追蹤到你 看過甚麼網站 當 你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犯國安法的時候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 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怕封網 尤其是可能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VPN也是這樣用的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PIA 因為它做了贊助 我們就是 告訴大家 用本台這條連結 就是有Discount 這也是我們其中一個法定廣告 所以將成為 沒錯 以後我們都會把這條廣告放進去 多謝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支持 拜拜